同学们好,欢迎来到9R外语网,就爱学外语 我是本次阿拉伯语课程的老师,大家可以叫我Dana老师 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学习基础阿拉伯语课程第二册书 第十课最慷慨的朋友第二个对话的内容 那么回顾一下之前对对话E的学习 我们了解到,这个一个人他需要拥有自己独特的图书馆 那么这个图书馆,它并非只是外在的存在于这个实物当中 而是只在我们内心当中,心房当中建立的这个图书馆 那么它将会为我们的个人发展提供非常好的,更加长远的一个规划 好,那么进入上一个对话之后,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对话 我们将涉及到怎样的内容呢 好,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对话二,它的标题叫做Feedmactivity 这个就表示说在图书馆当中 好,那么这个对话呢 它是在这个Alabio 一个叫Bio的人 一个叫Fedm,两个男孩之间进行的对话 那么他们在这个对话当中又主要谈及了哪些内容呢 好,那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首先呢,还是大家根据我所分派的这几个部分 听我读一下每个部分 然后我们在逐个部分的进行分析 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呢,这个对话 这个Alabio,它的本身的意思叫做什么 叫卖东西的人,售货员,卖东西的人 那么这里边我们看一下 这个卖东西的人,他卖的是什么 然后Fedm又找的是什么呢 早上好,不是你好 然后Mas' al-Hayr,下午好 这表达方式,我们可以重温一下 I you hate my team,表示什么 有什么能够帮助到你的吗 你有什么需要吗 这个专门呢,用于表示说在商店当中 这个叫社会员对于来的客人们表达的这个话 然后回答这个Mas' al-Hayr,就是Mas' al-Nuri 或者是Mas' al-Hayr,同样的一个表达都可以 那么也就是说下午好 Minfadrika 那么麻烦你呢,问一下 Aina Gismu Rewayeti 那么Rewayeti它其实是这个小说的复述 单数形式是Rewayetun 这里它的复述形式 那么这里边短语Gismu叫做部分,区 那么这个指的意思就是说是小说的区 所以就说,那个想问一下这个小说区在哪啊 I pass on 我在找什么呢 Rewayeti 我在找一本小说 是谁的呢 是找这个叫Taha Hossain 这个作者的 或者是这个Najib Mahfudin 或者是叫纳吉布马哈夫兹的小说 这两本 那这里边呢 在这一块儿 我们为大家介绍一点就是这个两个作家 那么这两个作家呢 他都是埃及的作家 一个叫Taha Hossain 另一个是Najib Mahfudin 那么这个Taha Hossain呢 他呢叫 他呢其实他的这个故事叫什么 从小是双目失明的 然后呢可能天赋异禀 然后之后呢通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之后就任职过埃及的教育部长 然后日子 这个小说叫L.A.M. 叫做日子这本书呢 是他的自传题小说 也是他的一个代表作 那么第二个作者叫 纳吉布马哈夫兹呢 他呢是198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也是阿拉伯国家首位获得文学类奖项的作家 然后他的很多作品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了 比如说叫那个叫宫间街的三部曲 还有以及他的非常多的一些作品 那还有比较出名就是街区 还有我们街区的孩子们 也正是他 就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呢 也是因为这部作品 他的这个备受争议 曾这个一度就是后来被暗杀 所以他后来死亡的事情到底是怎样 事实上还是很难考究的 所以说呢 这个纳吉布马哈夫兹这位作家 他的生平也是有一点传奇色彩的啊 好我们一起看一下 那么他就要找这两个作家的作品 那么这个啊 这个社会员就说了 那你拿一下 拿一下这个就是啊 这个小说是纳吉布马哈夫兹 是纳吉布马哈夫兹的小说 他是一位作家 出名的作家 这个动词 那么他呢 其实意思跟这个 是很像的 表示获得和赢得什么什么 和哈利耶比也很像 啊 这里边表示 获得 后边短语是 叫做诺贝尔文学奖 那么整个就说 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对吧 然后呢 叫做 这是1988年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好 那再往下 这个买书的人就说了 我知道这件事 但是呢 我没有找到 他的这个小说 然后是以比较阿拉比亚 叫以阿拉伯语写就的 Fissin是指在中国啊 在中国啊 找到这个就是原版的阿拉伯语的小说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安太孙女云 南 安娜孙女云 安娜民北京 路过头 开了阿拉比亚 都 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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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شكرا لماذا تقرأ هذه الكتب بالعربية وليس بالصنية سبق أن قرأت بعض الروايات بالصنية مثل بين القصرين من ثلاثيتي لنجيبي محفوظ والأيام لتوح حسين وبعد دراسة لغة العربية أرغب في أن أقرأ هذه الروايات وللغة تقرأ هذه الروايات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个社会员就问了 说 أنت سنين 你是中国人吗 نعم 是的 أنا سنين أنا من北京 我来自北京 لغة تقرأ العربية 你的阿拉伯语说的呀 真是 فسوية حتن 叫流利的 流畅的 واد حتن 而且很正确 叫自正腔圓 可以这么来翻译哈 非常的自正腔圓 شكرا 谢谢 لماذا تقرأ هذه الكتب بالعربية 那你为什么还要读这些 读阿拉伯语版的书 وللسى بسنين 而不是读英文中文版的 接着 这个 فحمن 就说了 سبقى أن 那么这个表达叫 سبقى لفلانين أن 表示某人曾经 干过什么什么 以前做过什么什么 这个 在这个动词句当中 它是去掉了 叫省略了 这个 لفلانين 这个部分 但是呢我们也是能够 很轻松的判断出来 它的意思的 这里是不难判断出来的 也就是说 سبقى أن 我曾经呢 قرأت 我读过 با داري ويأتي 读过他们的一些小说呢 是翻译成中文版的 بسنين 那么 مثلا 比如说呢 这个 比如说这个叫 这个 公间接 这本小说 然后呢 مثلا ثيأتي لنجي بي محفودين 那么大家把这个词记一下 叫做三部曲 它是这个 纳吉布 马哈福兹的三部曲 那么其中这个 بينا القصرين 被翻译成叫 公间接 这一个小说 然后 还有就是 وَلْأَيَامِ لِتْا حُسَيْنِ 还有这个叫 طَحَا حُسَيْنِ 的日子 这个自传题的小说 我读过中文版 这里是说的意思 那么 وَبَعْدَ دِرَصَيْتِ لُوْغَاتِ الْعَرْبِيَةِ 那么在学习了阿拉伯语之后呢 أَرْغَبُفِي أَرْغَبُفِي 叫做 我想要 我想要 我喜欢 أَقْرَأَ 那么我想要读 هَدْهِرِ وَيَتِ 读这些小说呢 بِي لُوْغَاتِ هَلْأَسْلِيَتِ 这个 本身的 原本的 也就是我想要读一读这些 就是原版的小说 就是以阿拉伯语写就的这个小说 هذا ليس بسيطا هل تفهم ما تقرأ؟ في البداية وجدت صعوبة كبيرة لأنني لم أعرف كلمات كثيرة ولكن لم يأس وثابرت على القراءة بمساعدة القموس فمع مرور الأيام بدأت أفهم أكثر وأكثر أكثر أكثر 这个小说和作品 因为现在 学习阿拉伯语之后呢 就希望读一读原汁原味的东西 然后这个 售货员 卖书的人就说了 هذا ليس بسيطا 这个读原版的书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هل تفهم ما تقرأ؟ 那你懂你所读的东西吗 就说你读得懂吗 这个 他就回答说 في البداية 我呢 坚持的 القرأتي 阅读 B 是凭借 在什么什么的帮助下 مساعدة القموس 在这个字典的帮助下 那么其实这个B 可以换成تحت 在这个字典的帮助下 فيما مرور الأيام 那么这个 这个表示随着时间的流逝 那么我们在上一个对话当中有讲过 这个ما可以换成b 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呢 بدا أتو أفهم 那么我慢慢的开始 أكثر أكثر 开始了解 理解的越来越多 理解的内容越来越多 إذا 那么如果说 أل رأتا يت قانا روها تي 如果你想要精通一门语言的话 فالبودة أنتقرأ 那么你就要读 أل كتب الأدبيت 就要读一些这个文学作品 而且是要以 بِلُغَاتِ هَلْأَسْلِيَتِ 而且是指 以它原版的这个语言的作品 进行阅读 وذلك 这样子的话 يجعل 会使得فهمك 你的理解 سليم 是正确的 准确的 理解 你的发音 你的读音 فالبودة 还是纯正的 كاما 同时呢 还能够 يارفعوذوكك 那么رفع 有提高 提升 这种举起来的意思 那么这个ذوك 意思就是品位 所以رفع ذوك 意思就是提升品位 所以这里面也就说 如果说想要精通一门语言的话 那么你就需要干嘛 要读这个原版的 原版的这个文学作品 然后呢它可以让你的理解更加正确 让你的发音更加纯正 而且还能够提升你的这个审美 品位 好 我们先往下看 这是 我给你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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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些方面是吧 那么对此呢这个fehmi是很赞同的 所以他说 你说的没有错 这个动词是 表示希望 那么表示 我希望什么呢 那么我能够 得到获取 能够获得这些 用阿拉伯语表达的 是阿拉伯语写的这个 小说 Lan表示我绝不会 回去 Lan表示我绝不会回去 Lan表示回到中国 Bidunia 没有这些阿拉伯语版的小说 我绝不会中国 那么这个ha指的就是 然后接着一个社会员就说了 Anta Mahdudun 那么这个词 Mahdudun意思为什么幸运得 所以这里也就说你真是幸运 Fa hadhi alwayatu Kulluha 那么这些所有的小说呢 都Mahdudatun 我们这儿都有 Hal turidu shay an ahar 那你还想要点什么别的吗 然后这个fehmi说 太棒了 Fa min fadri kum 那么就麻烦你们 麻烦你 Hatiri Hatiri是指给我 Al ayam 那么给我这个日子 这本小说 和 Wari wayati Najibi Mahfudun Hatiri 还有这个叫 Najibu Mahfudsi 的这些小说 可能说 这时候他拿出了一个书单 就是给这个社会员来看 Wakadrika 还有呢 Hatiri 还有这些这个叫杂志 这些报纸 Hatiri 这些就是你想要的 Hat用来指的 就是强调 表明爱 这些就是你想要的 Tafadol 请 Alfa shukrin 非常感谢 Ilaika 叫Wuatui Ilaika 省略了一个动词 叫给 对吧 那给你 Almaibla 就是给你钱 Mahsalamati 再见了 Lehdo ta minfadrika I 稍等一下 Lehdo tu ni 稍等 片刻瞬间 Alfa tura ta 这个词意思为什么 I发票 收据 也就是说 I 等一下 这是你的收据 Mah Alfi salamati I 祝你平安 就是再见 Sharafna Marata ukhara 这个的Sharaf 意思叫做 使我们荣耀 那么其实意思就是说 欢迎你再次光临 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把这个表达记住 那么通常情况下 收货员表达 对这个客人 一些这个 希望他再次光临的表达 就这里 Sharafna Marata ukhara 那么希望你能够再次光临 这里表达方式 好 好的 那我们再往下看 好 那么这就是这个第二对话全部的内容 那么相比来说 这个第二个对话的内容 还不是特别多 对吧 那么我们来梳理一下 也就是这个叫一个中国的学生啊 他应该是学习阿拉伯语的 到阿拉伯国家去留学 然后在回国之前呢 他想买一些这个阿拉伯语版的小说和作品 在一个书店里边跟这个售户员做了 就是进行了一段谈话 那么他们啊 他想找的是两位非常接触的埃及作家的作品 那么他们就是在交流过程当中 这个啊 表达了说想要精通一门语言 那么你就要去读这个语言写旧的那个文学作品 还要呢 这样子的话能够帮助你啊 就是叫让你的理解更加的正确 让你的发音啊 表达更加纯正 然后还能提升你的这个艺术审美啊 这些方面 好 那么下面呢 让我们从头梳理一下 这一个第二对话的内容 那么其实这个Film Activity 可以理解成另一个就是书店啊 这个里边 那么因为这个主人 这个叫和这个书店的卖的人 卖书的人和这个 一个啊 中国的留学生的之间谈话 所以这个Almactivity 我们知道它有多重意思吗 所以这里边可以翻译成这是书店的意思 好 我们看一下 啊 这个我们梳理一下翻译 你好 哎 下午好 有时候能帮到你的吗 哎 下午好 麻烦请问一下 小说区在哪 我想找 塔哈侯赛因和纳吉布马哈弗兹的小说 啊 拿着 这就是纳吉布马哈弗兹的小说 他是 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 获得了198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啊 我知道 但是 在中国并没有他的阿拉伯语版的小说 你是中国人 是的 我是中国人 我来自北京 你的阿拉伯语说的很自正腔圆 谢谢 那你为什么要读阿拉伯语版的书 而不读中文版的 啊 我之前呢 读过了一些啊 中文版的小说 比如说 这个纳吉布马哈弗兹的 三部曲当中的宫间阶 以及塔哈侯赛因的日子 那么在学习阿拉伯语之后呢 我想要读 读这些啊 这个小说的原本的原语版 就是阿拉伯语版 啊 这并不容易 你能读得懂吗 开始的时候 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因为我知道的单词不多 但是呢 我并没有失望 我坚持阅读 我坚持在这个字典的帮助下阅读 那么随着时间 我开始懂得越来越多了 如果说你想要精通一门语言的话 那么你就必须要读 这个原版 以这个语言写旧的文学作品 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理解 变得正确 让你的发音更纯正 变得纯正 就同样呢 还能提升你的艺术审美 你说的没有错 我希望我能够获得这些阿拉伯语版的小说 如果我买不到这些书的话 我绝不会回中国的 你真幸运 你想要的这些书 我们这都有 你还需要别的吗 太棒了 那麻烦你 再帮我 再给我拿一本日子 还有纳吉德马哈夫兹的这些小说 还有这些报纸 这是你想要的 给你 非常感谢 给你钱 再见 稍等一下 这是收据 再见 欢迎你再次光临 好 那么这就是第二个对话 那么下面让我们共同来梳理一下 这个对话当中 一些内容 那么表达这个下午好的问好的表达方式 这两种我们都知道 那么也可以原版的回答 然后这个 表示你需要什么帮助吗 有什么需要吗 然后开始劳驾 麻烦 麻烦了 后边 叫做小说的区 小说的部分 然后后边 这个叫 叫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好 我们再往下 这里是 叫以阿拉伯语 阿拉伯语版小说 然后这里 表示说你的阿拉伯语呢 很纯正 然后很标准 然后再往后 这里边 这个表达 叫公间接 它是来自于命 苏拉伯诺贝尔文学奖 是那吉德 马哈夫子 马哈夫子 它的三部曲当中的一部 还有这个 阿拉伯语 是这个 塔哈 胡塞音的 这个自传题的一个小说 然后动词 阿拉伯语 阿拉伯语 表示我喜欢我想要干什么什么 这里边 阿拉伯语提 比较提 叫做原版的小说 再往后 在开始的时候 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麻烦 后边 叫坚持阅读 坚持读书 B叫做 在什么什么样的帮助 叫做在字典的帮助下 这个B 叫随着时间的流逝 那么这个 可以换成B 后边这个 表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这个概念 好 我们再往下 这个叫 叫做什么 原版的文学作品 文学书籍 然后这里 叫你的理解 是正确的 你的发音是纯正的 然后边 叫提升你的审美 提升你的品位 然后这个表达是 你说的没有错 表示我希望 怎么怎么样 叫获得获取 这里 我绝不回去 返回 后边这是 B 叫做没有他 那么其实这里边 把这B去掉 叫 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形容词是 表示幸运的 这里边 然后我们再往后看 这个 在口语当中 我们相当于是省略了 它的动词 叫做款项 表示价格 就是需要的那个价位 总共的钱数 然后边 这个 稍等一下 叫做收据 这里 也是指的 还是 只不过 更加的尊敬一些 然后 叫做 欢迎再次光临 这样的意思 大家可以把这个表达 记下来 尤其指的是 在商场当中的运用 好 那么这就是 第二对话的主要内容 我们就基本 梳理完毕了 好 那么下面呢 就让我们共同的 把这个对话 从头到尾 读一遍 然后加深一下记忆 الحوار الثاني في المكتبة أحنا وسحنا مساء الخير أي خدمة مساء النور من فضلك أين قسم روايات أبحث عن روايات لطح حسين أو نجيب محفوظ خذ رواية لنجيب محفوظ هو كاتب مشهور نال جائزة راضحة وأقرأ هذه الروايات بلغات هلأسلية هذا ليس بسيطا هل تفهم ما تقرأ في البداية وجدت صعوبة كبيرة لأنني لم أعرف كلمات كثيرة ولكن ولكن أي أس وثبارت على القراءة بمساعدة القموس فمع مرور الأيام بدأت أفهم أكثر أكثر إذا أردت إتقال لغة فلابد أن تقرأ الكتب الأدبية بلغتها الأسرية وذلك يجعل فهمك سليما لسانك فصوحا كما يرفع ضوقك أنت على حق آمل أن أحصل على هذه الروايات بالعربية ولن أرجع إلى سين بدونها أنت محظوظ فهذه الروايات كلها موجودة عندنا هل تريد شيئا آخر عظيم فمن فضلكم هاتذي الأيام وروايات النجيب محفوظ هذه وكذلك هذه الجرائد ها هو ما تريد تفضل ألف شكر إليك المبلغ مع السلامة لحظة من فضلك ألفتورة مع ألف السلامة شرف نعم مر تن ألفتور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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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ألفتورة